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在显 一直在显 那我就没有自己的人生 走到哪里就很大压力 那今天上午立法院就有记者眼间看到了 前几天出来的财产申报 没有他太太以前都有 现在没有 空白蓝 那就知道说你离婚了 太太没有申报了嘛 所以问他他也承认了 各位朋友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记者 我很多新闻我都会看 我刚刚看一个新闻 你知道有个歌手叫李千纳 星光大道 那 当然我知道他啦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他前阵子是 有跟一个人叫 世言界在谈恋爱 小董你有个无聊 这种事情你再讲 你听我慢慢讲来 那 李千纳 因为我看媒体上面写 被分手头七 我讲哇这个表题好惨 他是被人家分手 今天是第七天 那因为他今天穿了一身新的衣服亮相 那我就把他新闻看看 我也把这个新闻 因为我好奇 我也要把新闻弄懂 我不讲假新闻 看了以后 原来他已经 他已经宣布他跟世言界 这个男星在一起 这个男星长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老实讲 那 结果呢 七天前这个男星又宣布 已经跟他分手了 所以 叫做头七 李千纳有一首歌 里面有两个歌词 爱由你 爱到你 心惊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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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讲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等一下有个来宾 叫江启臣 江启臣是 国民党的主席 你好 国民党 他跟林维卓当然是好朋友 那 国民党对很多人来讲 爱由你心惊惊 心惊惊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在期待很多 有没有重大的改革 那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 我们这边的赵少康 也讲 以为要选主席 以为要选总统 就变成有很多话题 那赵少康今天接受媒体的访问 因为一直推赵少康出来是韩国瑜 那韩国瑜 韩国瑜 韩国瑜说 现在很多人拱他选主席 他说 因为他那时候叫赵少康选主席 再选总统 所以赵少康没有表态 他不好意思宣布 赵少康今天就为这个事情出来讲话了 赵少康说 遇到国瑜党的主席选举办法 要入党议员以后才可以选 那我显然不够嘛 没有资格嘛 对不对 那除非国瑜党要为我修改这个 那以现在的情况下 中堂会大概不会为我修改嘛 那所以 你要选就自己选 意思说不要看多了 你要选主席你就选 那选主席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你要选的话 你要让国瑜党做很多 大势大非的改革 其实国瑜党的改革 为什么要很难 因为第一个没有钱 第二个他有非常多的党工 所以党工你要请他走路 要给他很多钱 要给他很多钱啊 你要资钱啊 要遣散要干嘛 对不对 那所以国瑜党除了这个困境之外 他还有一个路线的 那路线 林维州的路线是被大家骂的 现在国瑜党被骂最厉害 就是林维州 那另外一个呢 江底藤又是现任的主席 所以我等一下这些问题 我都会请教他啦 那各位朋友 国瑜党有有怎样的主席 现在胡上台面一个张亚中 那韩国瑜大家一直在拱 还有一个连胜文 那当然 被认为很强很强的 就是朱立伦 所以各位可以看 这场选战很热闹 很热闹在哪里呢 因为民党做得这么烂 那国瑜党没有一个比较强 比较凶悍的 比较有人力改革的 这改革是要怎么样 要让社会认为说你国瑜党是有执政能力的 然后年轻人喜欢你的 那大家觉得这个 两岸或国际上 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来领导 那像民党这种垃圾下山 老实讲这种 这种垃圾党根本就 因为他 他知道怎么去获得 显占的胜利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司法的不公 司法亲民进党亲到 让人觉得毁于所思 死不要脸 多数的法官是狗官 多数的检察官是狗检察官 他们除了不要脸没有什么本事 我真的敢这样讲 好 那还靠什么 民进党靠司法 还靠媒体啊 媒体跟网路 他所有东西都在带风向啊 各位朋友 这两天大家讨论丁一鸣 丁一鸣是为什么当初下台 做假新闻啊 做假新闻 那时候不是去做笔录吗 啊夏文呢 我请教一下 各位有看到夏文吗 那做笔录检察官就要移送啊 法院就要开庭啊 没看到啊 他那时候辞职以后 他还是天天到行政院 然后他 行政院三月一号 他就职 当顾问 一领十二万 他还去呛游锡棺办公室 是不是 各位 这就是民党用人执政 我不怕你讲嘛 我怎么会怕你讲 媒体是我的啊 媒体是我 网路的风向是我的啊 网路有谁在骂他 没有啊 对不对 就像陈佩琪今天讲 陈佩琪说民进党有一个人 首长天天往台北市跑 没有媒体骂他 你为什么不专心你的市政 各位 天天往台北市跑是谁 他讲的不是林佑昌 就是郑文燦嘛 对不对 他们没事往台北市跑 是啊 那那怎么样 不会有事啊 陈佩琪讲了一件事情 我们今年健保涨价 对不对 健保最近涨 已经涨了 大家都被收钱了 媒体有没有在讨论 没有 过去每一次的健保 只要涨价 卫护部长都必须下台啊 因为民燕会很细嘛 那就只好用他做政策牺牲 对不对 大家看杨志良也是这样下台的啊 我们没有人在讨论健保耶 各位为什么 因为媒体是民进党 完全掌控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不要觉得奇怪啊 各位朋友 今天台湾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作为一个在野党 你要不要很过励 等一下大家要问江启臣 因为江启臣很多人觉得说 他就比较 好像比较软 比较软一点 会被人家软土伸结嘛 对不对 有民进党捡就要怎么 要像小董啊 小董一个打十个 一百个 那我的东西当然是 非常有料非常精准 因为我知道一堆 国法官跟国家查官在等我 对不对 告诉你啊 或者别人来告你 我们去判你 怎么样怎么样啊 他们都在等我我知道 我得罪很多人啊 所以我不适合从政你知道吗 我适合我从政我会连累一堆人啊 可能 譬如说我去当明代或当什么 我那些助理搞不好都要陪着我去 去跑法院 被判有罪 对不对 所以就会这样啊 那我主持节目我有时候很怕 那我们电台是比较单纯 电台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你到电视台 那小董你讲电视台 你没有那么凶啊 电视台要连累一堆人 你知道吗 电视台很容易连累一堆 你这个来宾讲的这个 电视台一堆人都要被告 过去我在电视台就这样 那场一群人就被告 一个节目 所有来宾通通告 那搞下去以后 因为司法亲力啊 对不对 你看最近 最近有个案子 说时代力量有个党工 被王浩宇指控他 贩毒 有毒品 王浩宇还开记者会啊 然后电视台做评论 全部被告 而且法官判这些人全部有罪 啊所有媒体都登了 法官说 法官怎么跟这些被告的 来宁明嘴讲 来宁明嘴说 报纸登了 他们开记者会 每个报纸包括自由时报 三立什么都登啊 我们是照这个来做评论啊 法官说什么 报纸你也信 是啊 报纸很多不可信 可是报纸的公信力 比法官还有公信力 我们的法官除了像立营靠拢 还有什么本事 是不是 法官说 报纸写的你也信 好那现在明嘴要评论什么 什么都不能评论啊 说你要再去求证 你要去干嘛 我怎么去求证 我今天问歹徒说 你有没有贩毒 我没有贩毒啊 你包包的毒品哪里来 我不知道啊 这个叫新闻平衡吗 你法官你要故意入人于罪 我讲不用来这一套 今天法官让人家看不起 我讲的就是这样啊 然后他就跟他蓝营的名嘴 大概他对蓝营的名嘴心有仇恨啦 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法官 已经力道匪夷所思了 就说我不怕你啦 而且比如说刚刚小总讲这东西 媒体会不会登 不会登啊 媒体不会登啊 不会登他就没压力啊 我们现在写法官写不好的法官是写什么 有个法院 一个法官 叫他助理帮他刮杀 哎呀好好笑 我们在讨论这个 这种法官叫他滚蛋回家 结果他本来要领18万 现在可以 把他这样子领10万 他跟丁怡林有何不同 是不是 有个女检察官 那是更离谱啊 我讲的都是司法官的故事 各位朋友 有个女检察官啊 他围造开庭记录啊 围造开庭记录 人家没有来开庭 人家写开庭 各位 那有开庭记录 表示说我都有在做事 没有啊 围造开庭记录 各位朋友 我一个朋友啊 我一个朋友 他也是围造啊 这个围造官方的文书是很严重 就是围造文书啊 苏貞昌的女儿 史公务委员登载不实 现在在当立法委员 他在书巧会啊 有没有人去检起 有没有检察官 检察官要主动哦 检察官要主动摘尖花糊 有没有人去办 没有 因为我们都是狗检察官 不要脸 今天台湾会这样 就是我们的司法都在亲历嘛 小董讲这么多事 政绩这么明显 那你围造文书啊 这么清楚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宜文啊 宜文围造文书被抓去坐牢 为什么 因为他的老板是马行九 不让他坐牢 大家就讲司法不公平 围造文书搞到坐牢 怎么样围造文书 马行九每天 当台北市场每天出门 随护 或者密书什么就 在他车上 大家在车上讨论嘛 今天怎么样 什么事怎么事 他体系嘛 这些人一早要到他家来载他 包括司机啊 所以他用他的特别费 帮这些人买早餐 等于说这是馈赠 老板请你吃早餐 这个是可以报的 可是这个钱很少啊 一百多块两百多块 对不对 每个人一份早餐 豆浆店 再买个饭团 买个蛋饼或什么 对不对 那宜文呢 宜文想说 哎呀 我每天报这些 我事情也很多啊 他就把它累积 累积到三十张 二十张以后 哦上面可能 加起来就五六千块 他再去跟朋友借 五六千块 譬如说你五六千块 你可能 我去买个手表 买一只钢笔 用大的来包小的 有没有贪污 没有贪污 有没有伟大文书 有 宜文是这样坐牢的 那民党修理他 说宜文帮马航酒坐牢 宜文跟马航酒同时被告 而且被类为贪污被告 你知道吗 宜文的贪污被告 当然就没有 因为那个 他的那些小花票 后来有找到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你围造文书啊 所以他两个罪 贪污罪没事 围造文书去坐牢耶 坐了一年 判一年多耶 坐了快一年 那 那我们的司法在干嘛 我们司法就要欺负好人 然后 我们的司法在看颜色 宜文不能不让他坐牢 因为他是马航酒的秘书 他不是秘书 他就是一个主言啊 那我有时候 有时候想的事很难够啊 因为 因为他那时候坐牢 他是本省人啊 爸爸住在厚里 那当然我们平常会问候啊 我有一天找他吃完 我说 你爸爸那时候怎么样 然后他爸爸理解了 理解整个司法的环境 政治的环境 那当然这是 这是大家喜欢讲的 民进党到今天还在栽赃 哎呀 那一文帮马上就坐牢 民进党是一个畜生不要脸 下山烂的垃圾党 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怎么回事 那民进党如果做了同样事情 通通没有事啊 民进党那时候多少 这些大官 李秀莲 陈唐山 哦 游习坤 游习坤的秘书去帮他收集发票 游习坤的秘书也是被贪怒罪起诉 后来国民党在另外一样够办 帮他们修了会计法 这些人通通没有事啊 那没有事 贪污罪没有事 围到文术罪有事啊 为什么没有人被抓去关 没有人被起诉 这就是我们司法 不要脸垃圾天下无敌的地方 台湾的检察官 多数都是狗检察官 狗 豆 要不要脸 不要脸 只有不要脸才可以 在台湾一直在升官啊 各位 我欢迎来挑战我 你们那司法的果官 我欢迎你来挑战我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我看得很气啊 我有着写文章 我文章后面我讲 法律责任我支付 来 我到法院 我来挑战你 当然我看 现在老百姓对很多法院的事情 慢慢就理解了 看到彭文正 喝得婚 他们去冲撞 谁讲的比较有道理 大家都知道他讲的比较有道理 对不对 他讲的比较有道理 那蔡英文你在遮掩什么 他的论文 论文 列为最高机密三十年 不可思议 对不对 你只要想这个你都觉得很好笑 各位朋友 台湾有很多真新闻有很多假新闻 做假新闻的丁怡明 不是警察还给他 警察还跟他 把他传换还给他准备车位吗 记不记得 那时候媒体说我们也去试试看 有人就开车要进去警察不给他进去 不是有车位吗 被传换的人竟然有车位 那大家也知道 因为他是苏贞昌哀将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事情 你今天不可思议 你用政治来解释 政治要解释很好解释 因为有特权的几乎都是民进党 几乎都是绿色的 有特权 因为大家怕嘛 那你说这官员这么烂吗 官员想说我会被他报复啊 很多人想民进党会报复人啊 民进党是个垃圾下山 但不要脸的畜生党 是 可是他会报复人啊 他会报复你 把你 对不对 我一个朋友 透过人家来找我 他说小董我每天听你新闻 听得太爽了 可是我们做生意人 我也不敢公开讲 他说我不敢公开讲 你讲的每个都很大位 到我的心坎里 各位 我想 有时候看 这些新闻 我看得非常 非常有感觉 但是我告诉你 什么是真新闻 什么是假新闻 很多东西其实你一看就知道 譬如说今天很多媒体在写 我松山分级被十几个黑衣人进去砸电了 你知道吗 当然是假的 有没有人冲进去 有七个人 为什么小董你讲什么笃定 因为他有一个技术教官 也是他们的严谨啊 跟朋友喝了酒 然后走路回家 大家知道松山分级在小鸡蛋旁边嘛 刚好有一些年轻人在那边讲话 他走过去嫌人家太吵啊 叫人家小声一点 那些年轻人想说 我们在聊天关你什么事啊 几个人围上来 他一看矛头不对 赶快跑 跑回松山分级 他的 因为他上面有个床位嘛 他不是松山分级的严谨 他是 他是在那边做技术教官啊 譬如说教人家 怎么搏击 怎么空手道 或什么之类的 结果一看这样 我吓跑了 吓跑那人家就追上来了 追上来有两个先冲进去 结果有一个不小心把电脑撞倒了 撞倒了严谨 一看怎么有人突然冲进来 当然前面他们的技术教官 他是认识 他们不会拦嘛 后面追上来他不晓得嘛 后面怎么怎么有几个人冲过来 有两个先冲进来 把电脑撞倒 严谨马上把他们制服 要干什么 那 那个年轻人就认错啊 说我把你们电脑撞倒 我来赔 学悔过书 要赔 这是构成啊 为什么我讲那么清楚 因为我看整个画面啊 我看的画面和媒体所写的不一样啊 你要相信哪里 我当然相信画面啊 对不对 今天在中华民国 大家都以画面来讲 他讲什么话 他说什么事情 各位朋友 真相 真相现在在我们台湾的世界里面 不是说谁讲有什么就有什么 谁讲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 大家要评济的就是科学的政绩 我是讲政绩的 我做媒体很久 很多人告诉我很多事情 我也不会跟他录音 也不会跟他录影 那我知道我讲的他会否认 他跟我讲的 我记得很清楚的他会否认 所以我也未必会讲 我也未必会讲 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后悔当初没有跟你录音 因为我不是偷录音的人啊 我做一个记者我要告诉你 我会有没有录音 这是一个大家互相坦白 那你要说我现在跟你录音哦 他讲话一定会非常谨慎 那就不能唱首一言 那我做一个记者 我喜欢跟采访对象 唱首一言大家没有什么那个 然后听听哦 有的东西我要写 有的东西我不要写 那我当记者很随性 那我就记牢里面特别的重点就好了 可是哦 在台湾社会 你要看很多政治人物 讲个话他不认账 很多政治人物 信口开合就像民进党 谁口讲对不对 蔡英文2015年告诉你 你们南部不用怕吹水 美容水库不用盖没关系 以我们现在的科学啊 我们到时候会想出办法 现在中南部没有水 过去美容水库已经讲了20年了 民进党一直反对 反对到蔡英文 那时候当民进党主席 2015因为他2016 那一次是在选总统啊 这是选总统承诺他当选啊 美容水库没有盖没有水 那你们喝老荣西的水吧 喝老荣西的水啊 那怎么办 老荣西以前旁边两岸有很多养猪场 赵少康当环保署长的时候 郝博春当行政院长 苏丞昌当屏东县长 那高雄人说我们的水怎么有个尿烧味 那一直反应 一直反应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就去看嘛 行政院长带着环保署长去看 看一看也跟苏贞昌讲 苏贞昌讲一句话 赵少康告诉我 我也不可能 他说我不可能为了高雄有干净的水喝 而去抓 而去取地 我的养猪龙啊 各位这就是苏贞昌你知道吗 这就是苏贞昌啊 各位 高雄人高雄人当然继续投民进党啊 没有水喝有什么关系 喝了水是有尿烧味有什么关系 没有改善有什么关系 台湾很多人要这样 所以我们也不要怪他嘛 对不对 大家看现在 昨天有个民调出来了 高雄 这十年来 让民众最有感的十项 十项市政建设 第一项 U-bike 2.0 谁创的 韩国瑜 韩国瑜 韩国瑜当多久 一年半 所以他的发言人家郑兆欣 郑兆欣是我好友 郑兆欣那时候是 接王浅秋当新闻处长 他说我们是两年底十年啊 为什么 陈吉当十几年 韩国瑜当两年 最有感的是韩国瑜 等一下江启臣要来了 那我们访问他 马上 用精卫图 定位滑行 要做光石骨 定位滑行 你先喝口水 好 没有跟他准备水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外面不会拿来 你好 我跟你 好 有师傅 在外面喊 喝口水 宇辰 嗨 宇辰 好 两年底十年 我一个打十个 十个 两年底十年 对啊 用我跟赵鑫在讲 这个先 是是是 OK 谢谢 来来来 这你应该很熟悉 你是金门 对啊 其实我看到挖人都 因为以前那刘宇辰常去我家 刘宇辰 对我们的海龙王 对 他跟我爸很要好 会让他们的 他们的 几乎是那种饭腿兄弟 是是是 他本来一直想吸收我去当海龙王 你怎么会去 你让我们国际市区的另外一个 会爆笑国家的机会 我搞不好在厦门就被杀了 哈哈哈哈 不会啊 国际有直播 我觉得你 你会不会啊 哈哈哈哈 会啊 因为我们狗运跟厦门人一样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混得过去 哈哈哈哈 对啊 你是基本哪一村 我们小时候整个海龙就在 我们村庄 我们叫谷刚 谷刚 我跟你讲 我要退伍前就在谷刚 我在那个 那个大洋楼嘛 那个什么 他那个坑道里面 你在坑道里面 在那边睡了半年 那时候96才还危险 你那时候才 我们从那个 廖楼湾 我在第一连 然后就搬到谷坑 然后在那边待了 我待了半年 因为他们以前 我在很小的时候 他们的大本游就在我们村庄 一个很大的 一个那种华侨 那华侨没有回来 房子很大 可以住几百个人 后来搬到廖楼 因为我爸爸就又搬 刚好要掉进那边 交小钱 博春啊 博春国小 但刘宇辰就跟我爸 我爸回来了 哈哈 欢迎各位朋友 坐在我旁边的是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 那 当然了大家知道江启臣 你不要看他温文如雅 我刚刚跟他在聊天 他是海龙蛙兵 海龙蛙兵对我来讲是有亲切感 因为海龙就代表金门的精神 是的 我们从小看到海龙 这是仰慕 天气 小时候天气非常冷 三度两度 然后他们永远一见 红短路 那当然江启臣 经过这样的信念 我简直是看到乡亲 那今天为什么访问他呢 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叫破浪启臣 各位朋友 这鸡肉不是假的 哈哈 因为下面比较黑啊 不然 不然腹肌好几块 而且有人一线 我跟你保证 因为海龙不可能信念不出这样的 嗯 那其实啊 因为我们知道江启臣做了国民党的主席 那 这一次的国民党主席也要选 我们知道 当然有很多对手挑战 也有人质疑你的路线 但是 其实在任何位置都会被质疑啊 那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倒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要不 把整个路线讲出来哦 譬如讲 我今天看到赵超康 访问 那他讲 韩国瑜 你要选 你就选 你不要等我 那我们知道 其实 平常心讲 赵超康出来给国民党很多话题 有很多话题 那 他大概也不能选 我也知道 现在很多人讲 你的对手 应该是朱立伦 或者连胜文 那 那其实 我不晓得你自己 怎么看待你 现在的对手 我其实看待我自己 看你自己 你可能会觉得说 你们都这样讲话 但我真的是这样看 因为国民党现阶段 最重要的 我们每一天都是 我们每一天 几乎都在打仗 你看你 你国会 最大在野党 你面对这样的民进党 你刚刚一直还在骂 对不对 我们怎么有可能送谢 对不对 那党务的改革也要持续 改革也不是一处可乘 也不是一天两天 每天都有一些 改变一些调整 然后一些进步 所以光这些事情 其实就很多了 再来呢 我自己本身立法委员的工作 我也有区域的这些 服务工作要进行 但是这两者 当然有很好的一些连结 因为在野就是跟人民在一起 所以民意代表 其实第一线 能够知道民意是什么 所以我昨天 半天早上我都在地方看水情 刚好也借那个机会去咨询 那个经济部 水利署 农委会 然后又搭配上 你看国际在谈 那个气候变迁的问题 所以作为一个在党 就是说你必须实时紧扣这些 时事议题 民生 民意 再来监督执政 我觉得这是在党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那我作为一个党主席 我当然 我又有立法委员身份 我觉得我更能发挥 那我所以我非常把握这段时间 所以我说 党主席选举顺其自然 但是呢 党务工作 还有政党政治 作为在党政治 该做的事情 监督执政党的事情 这就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尤其我们828还有一个公投 对 这个是很重要 对你很大考验 这剩下4个月而已啊 这是另外一次的大选 对对 只是说投的对象不是候选人 而且这一次是要民众主动出来投票 对 因为他没有绑大选 对 没有绑大选 你要知道 这个开玩笑500万人出来投票 不简单 不简单 韩国瑜 选总统的时候 他拿550万票 对 那我们这次要过关 也要超过500万票 对 那等于是在选一次总统 对 而且是要召唤大家出来 很难 对 跟选民意代表不一样 那不一样 所以我说我们的时间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当然也希望说 党内民主 当然有党内民主的极致 我都注重大家 要算都来算啊 你可以算的都来嘛 重点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把党内的这个民主化 党内的选举 平常化 平常心 我们最重要的是说 不管谁出来 我们要支持这个党 对 你看民进党都对鞋子走 他不是跟人走的 对对对 他是跟妻子走的 他想完马上就迷平 对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也一样 国民党现在 裁定没人没人 那你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我这一个旗帜 对不对 我这一个政党 我这个政党他的这个主流的中心思想 我跟着这走 那谁来扮演这个主席的位置 通常都是阶段性 你不可能做一次人 我们也不是过去那个威权时代 说你一直干这个党的领导人 或者是党政合一 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嘛 更何况年轻的时代 他在看待政党 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对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江底人 那时候 我想起我二十几年前 施明德当立委 还兼民党主席 对对对对 他也跟我说过 对 他说 他是 呃 他说他跟我是为二 为二 对就是为二 就是说 那其实你要是说看 国外的民主国家 就是其实在野党的战场 就在国会 这叫内造政党 对就内造化政党 那你如果照这样 就是说我们 有些议题的掌握 就要非常快 比如说 刚刚江启臣 江主席提到的台中 那我刚好 因为我过去也在TBS 待过嘛 TBS昨天有个民调 台中的卢秀燕 现在变第三名 第一名侯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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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市首长 首长 第二名是陈时中 第三名是卢秀燕 第四是郑文燦 我看了吓一跳 因为我原来以为 郑文燦会标很高 那当然 卢秀燕我们也是很熟 我们过去一起跑新闻嘛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台中没有水 那你 是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然后台中又拼命的火力发电 那火力发电是中央管的 所以你看到这东西的话 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反映民意 那江几人 他是台中选出来 他那个选机是比较利 可是他能够 一次都能够打赢选战 其实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其实国民党 他很需要这些地方的力量 所以接下来 不管谁当主席 那他其实最大难题就是 刚刚讲到的828 828有四项公投 那你这些公投的话 你要用很多周边的力量 除了自己自己本身的 这些公投的诉求 让老百姓来投票 而且要有个社会的气氛 如果明天投票 人可能很高 因为大家去赌篮将丁一名嘛 就会有这样 那所以很多话题要常常来 你要去掌握 这个东西其实免不了 因为我们做媒体很清楚这样 那我觉得说 你我们现在的那个 萊猪公投就觉得有一点点蛋 我觉得这是 萊猪跟藻礁是里面 民众会最有感觉 因为跟他有关系 藻礁是台湾的生态 然后出来做的这些人 都是过去挺民进党胜利的 那萊猪是没有蓝力的 老百姓都会吃得到 那现在萊猪的 的气氛好像比较低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没有错 现在你说从声量来看的话 一定的 因为他被其他议题盖掉 那你一个议题你说要 持续很高声量的 那不太容易 除非这个议题一直都有 什么火线话题在上面 或者我们这段时间怎么样 真的他进了很多 这种萊猪的猪肉 问题是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公投下去 那个气氛怎么样 压着这个很 他不敢进口啊 对 所以你也查不到吧 对 所以那个仪表板上 永远都是零 连美国的猪肉都没有 对啊 不要讲萊猪 所以我说 这个也代表 就是说公投 有没有那个贺阻力 是有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不 你要一劳永逸的话 就是828出来投票 一投 一番党正眼 职任党 你也必须照公投的 规定来 对不对 人民也可以就此怎么样 安心嘛 所以这段时间 没有错 他的声量上面 是比前段时间 我们在公投联署的时候 稍微降了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不断的都有在做调查 不只我们做 各个机构做的民意调查 都可以拿出来看 从去年828到今年包括上个月 三月份 甚至四月份 有做相关民调的 反对萊猪的 都有差不多六成五 平均六成五 甚至高一点的将近七成 然后你问他说 你赞不赞成公投 基本上五成 都赞成 甚至更高都赞成公投 好 所以这个是 在任何议题 包括你有藻礁出来了以后 其他议题的共办底下 他都一样维持这样的状况 这代表什么 其实人民的心意已决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 能够在 这段时间内继续告诉大家说 这件事情还没有聊 还没有聊 要出来投票 要投票 你如果说要终结的话 你就必须要出来投这张票 那当然 我们现在开始 所以我们礼拜天 我们就启动的说 地方的宣讲 我们先从党内的相关的 这些东西开始宣讲 然后我们寻求外 外围的合作 然后一直比较到 未来比较接近的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想 那个时候的气氛 他一定会往上 因为随着日期的接近 日期的接近 然后再过来 民进党他也会反思 他也会开始准备下乡去到处讲 去大内宣 说我做的多好啊 这些等等 甚至他一定又把 这个之前那一套讲出来说 诶 我们进口莱猪 我们可以换到什么 诶 对 他其实本来最近要下乡 是刚好因为 泰鲁阁 对 那他们现在 泰鲁阁 才刚结束 他们就很高兴 所以交通部在交接 大家就在那边唱歌 以为是歌有味 我觉得那太夸张了 就我昨天我也忍不住 我就中场会 我就 听完 那个李克中教授的 泰鲁阁 中安报告 他跟我们讲说 这中间多少行政上的疏失 他也认为 这根本就是政府杀人 现在是政府杀人 怎么会一个部长的交接 是一个部长下台的交接 他会变成是好像 歌有味啊 大家同乐一样 对啊 就好像 董哥你光荣退伍了 对 然后怎样 我新的部长开心上任了 对 然后我们来做这样的交接 我就说 这49条 人民在天上看 嗯 情何以堪 嗯 而且 我没有要求什么 你交接之前 你有没有默哀一下 嗯嗯嗯 对 你有没有很沉痛的默哀一下 反省一下 为什么我今天我们办这一场交接 嗯 没有 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所以这也代表说 这段时间 太鲁阁这段时间 没有错 苏贞昌院长去审营 嗯 不敢说话嘛 为什么 讲的是怕负责任嘛 对不对 林交往部长 没有错 感觉上是硬的头皮 但是你在做什么 我想大家旁边看都很清楚 嗯嗯 对 所以如果说 我今天是交往部长 我跟你讲 这一场部长交接 嗯 我搞不好 我都 嗯 不会出席 嗯 为什么 嗯 因为49条人命啊 嗯 对不对 那你们 你们还把它办成是一个欢送会 嗯 坦白讲 那个家属看来难过了 对 但是因为民党认为 事件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们知道 泰鲁阁啊 虽然49条人命 可是他所有的处理 就很迅速 这迅速的意思就是说 我让你媒体没什么好讨论 譬如说 就是要你赶快忘记 赶快忘记 譬如说 檢察官 两个礼拜就 就聚结了 对不对 那你平常会去问检察官 诶 又有什么进度啊 这个阿豪最近又怎么样 没有 你没有东西写了 因为统统收押起来 那检察官也尊杰了 现在就在法院分难 那法院下次开庭 可能就一两个月以后 所以就很多事情 就是不让你讨论 对 不让媒体来讨论 那民进党知道怎么去操作媒体 因为他们掌控 多数的媒体 所以你在看喔 在台湾 民进党他其实是有恃无恐 那现在国民党又没钱 那下来怎么办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问江底成主席 我这个跟唐江龙不一样 他有两个钟头 我都只有一个钟头 所以我访问只有很访问八个钟头 至少每天有一些听众朋友 喜欢听你评论 那这个评论 你评论很重要啊 对评论很重要 因为大家就是想要听你讲 没有 我觉得说 因为以前国民党执政 比较没有像民进党的议题这么多 因为他很多议题是太离谱的 那就像我刚刚讲 一个譬多过去 健保会涨价 部长是一定要下台 会被骂 现在社会连讨论都没讨论 对啊 连讨论都没讨论 就是说民党的掌控媒体 实在非常厉害 他们不只掌控 我觉得那已经不是说掌控 那几乎 他那个是互相有一些利益的纠葛 在里面 所以他 他知道说这个是影响他执政 然后网路 那网路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民党带风向的那个 人力还是在 那 他当然 就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 最弱的大概就是这一款 传统媒体你可能还有一点点 那你在网路上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累积下来的一些 就是说那个中间的gap落差 有在缩小 我知道 有在缩小 我们努力想把它缩小 但是董哥 你大概知道 网路其实也是很耗材 对 那是靠钱在养的 我知道 完全靠钱 而且他 民党有帮忙 那1450怎么来 对啊 从公家的钱把它弄过去 对啊 对啊 那民党更扯的是拿国家的钱 把1450往去跟你弄 对 而且他也不怕你讲 对 那每一个部位 所有的这些外包的活动 什么 有的没有的 搞不好连任何什么台铁这种东西都有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今天很高兴请来国民党的主席 江启臣 那其实我们周遭很多朋友 都知道民党怎么烂 那国民党 作为一个在野党 是不是 不够力 不够像小董一个打十个打一百个 那江启臣当然他比较 大家觉得他比较温 但是我觉得中间有个过程 就是对他有些冲击 因为江启臣的两岸政策 曾经被党内很多老的人质疑 那 你要不要谈一谈 对九二共事的看法 今天最新的看法 其实我 我这样讲 我担任主席以后 包括我担任主席以前 我在讲 不管是两岸 或者我认为国民党的路线的时候 我认为国民党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 回到中华民国路线 你唯有回到中华路线 中华民国路线 你这些问题 不管是两岸问题 国际问题 来自于国内 跟民进党之间的一个去隔问题 你才能够拉得开 为什么 因为过去这几年 我觉得国民党 自己内部都很少去讲这些事情 过去我们 党还会做所谓的思想 教育 我们要宣导宣传 对 其实到在过去这几 这一二十年 我认为很少 所以我到基层宣 基层跟党员或党代表见面的时候 当时有党员问的时候 主席你告诉我 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国民党中心思想是什么 那我访问说 那你为什么叫国民党 所以大家 莫名其妙的就忘记了 然后也没有再讲 我说中华民国四个字啊 这是国民党最核心的思想啊 有中国国民党才有中华民国 对 不是吗 我是 我是1894成立的 从新中卫开始 1912年中华民国才成立的 请问谁生谁 所以加入中国国民党 或者支持中国国民党 其实就是支持中华民国 好 再来 支持中华民国就是爱台湾 这中是有这样的步骤 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逻辑状况底下 你既然的支持中华民国 就是代表你认同中华民国的宪法 嗯 中华民国宪法怎么样讲两岸的 嗯 这道理就很清楚了 对 所以今天讲什么九二共识啊 一中各表 我说你只要认同中华民国宪法 这些全部都解决 啊 因为有中华民国宪法 才有一中各表 对 有一中各表之后 用九二共识去代替 这样子的一个模糊 嗯 就是求同存异各自政治跟主权的争议啊 今天我看那个大陆方面又出来讲了嘛 嗯 对 因为他缺带他又讲一些话 对嘛 所以这就是回到原本我们讲的九二共识的真正内容 那个九二年那个双方对于一中内涵各自表述 啊 然后没有 因为没有共识嘛 所以各自表述啊 那个部分的内容是各自表述嘛 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嘛 对 所以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九二共识的原资原位做还原 嗯 然后我们去强调我们自己本身啊 所立基的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宪法 因为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可能对于国民党在过去这两三年 因为被民进党抹 又被又共产党模仿程度上也做了他们自己的解释 所以造成对国民党在这方面很多的误解 嗯 然后跟扭曲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还原跟澄清 对 所以我说我走的是中华民国路线 中华民国路线是什么 正蓝的路线 嗯 这就是正蓝的路线 你再不走回来人家小鹰要把你抢走了 嗯 对 那去年选举就是 诶 中华民国台湾 那为什么要讲中华民国台湾 嗯 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光讲台湾 他搞不好没办法选择上 对 那国际他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叫做 中华民国是个流亡政府 哦 那是国际蔡英文的态度 但是哦 我昨天开一个新闻哦 国民党有一些年轻的出来成立一个置顾 很多人说诶 这些人好像都比较挺 可能你 最厉害的对手朱立伦 哈哈 就会变这样 所以 所以现在国民党做很多事情 就会 对 政治的想法 或派系的想法 董哥 你讲到一个就是说 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绿 绿营或者绿媒 他在 挑玻璃间的地方 嗯 尤其只要 因为国民党现在 老实讲 以我们的立法院 党团在做的事 或者党中央在做的这些事情 嗯 我们没什么好让你 执政党在那边 嗯 批评的嘛 所以他唯一能够见风插针的地方 就是你的党内竞争 嗯 所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要 挑玻璃间 嗯 要见风插针 我也很清楚啊 嗯 但是我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刚刚也已经讲了 主席这 选举这件事情 他就是党内民主 嗯 我就平常性看待 嗯 所以对于不管是租前主席或者其他人 他要做这些 我认为这是对党有加分的事 他并不是扣分 嗯 你从一个正面角度思考的去看的时候 大家都在帮党做这些 我认为是好事啊 嗯 为什么 为什么要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呢 嗯 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通常就是你的敌对方 嗯 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去 为什么要掉进去 所以当媒体问我的时候 我说 这很好啊 嗯 分工啊 嗯 我们彼此分工合作啊 我一个人将某某 我又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 嗯 今天党内的前辈 党内的这些 我们过去 对党 呃 这个贡献很多的 或者他们 他们在目前的台湾政治上面 有影响力的党内统治 愿意出来做对党有意义的事情 我都给他按赞 嗯 嗯 嗯 对 谁去 服教怎么样 然后就把他又要解读说 这是党内的这个竞争 我说 这个是接地气的啊 对 对 你让更多国民 让民众看到更多国民党的人 去接地气 那是不是对国民党好 嗯 那好啊 是好事啊 嗯 那党内的这些 内部的 内部的竞争 他也不会只有这一次啊 嗯 所以我们必须 平常心去看待 不过 因为有一个解读就是 因为这次要出来选的人 也不少 大概四五个五六个都有 不管有没有表态媒体写的 人也都好像是表示对主席也不满啊 我逼而起而代之啊 对不对 会有这样的讲话啊 呃 我觉得这也是看任人解读啦 嗯 每一个人解读的角度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 愿意出来参选的 呃 思考 想法 也不见得相同 嗯 那你只要是 党内的民主就必然 会有竞争 嗯 那只是说这个竞争是 呃 多跟寡 啊 但是我都希望说这个 最后的结果是 对党总体加分 最重要 嗯 其他的我觉得都是过程 是 因为这次的选举 除了这个公投之外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明年的 921选举 对 对那921选举如果 打赢了当然就地方包围中央 嗯 那 可惜国民党上次没有地方包围中央 啊 就说整个气势后来就 露下来了 嗯 那当然 你当主席除了这个公投 因为这公投已经建在弦上 也都 也都现在就是呼唤民意出来 嗯 那明年的选举 这些部署 哦 可能是每一个选主席的人 自己要考虑清楚的 对 就是说 你哪些县市 哦当然我们现在 到昨天TVPS民调 我们地方首长的那个 那个都蛮强的 对 那 那 民进党地方首长不强 有时候是受中央连累 大家就讨厌民党 会这样 过去马政府时代 地方也会有受 对 一些议题连累 所以 明年 你有一个 怎么样 比较大的 其实 我 我们对于地方 我们现在14个县市执政 其实党中央 我们跟地方是 合作 嗯 我们也希望能够 呃 党中央能够协助 我们尽量来协助 嗯 所以至少我们在了解 地方 目前我们14个县市的执政的状态 我跟各位报告我们陆续我们都一直都有在做类似满意度这种调查 嗯 我们14个县市的手上表现都非常好 嗯 而且相当稳定 嗯 所以对于明年的 连任 我相信他们也有一定的信心 嗯 嗯 那所以党中央能做的 当然我们就是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全力来帮忙 来配合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从 明年2022总体 国民党 要怎么样 能够 能 能够这个赢或者得到更多人民的信任来看的话 我认为北台湾 想办法光复 啊 中台湾要巩固 嗯 南台湾要深耕 嗯 所以就是光复北台湾 巩固中台湾 嗯 深耕南台湾 嗯 这是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局面来看 嗯 那在这样子的方向底下 我们设法 来布局嘛 啊 然后设法呢 去 如果要 新提名的这些候选人 嗯 我们要看怎么样在这个大的这个 这个 这个布局底下 来挑 最好的候选人 嗯 当然 党内他一定有他的一些初选机制 嗯 那确保 公平啊 嗯 还有 维护这一个制度啊 嗯 我认为是对党 长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嗯 那对于现任者要追求连任的这部分 我想 国民党党中央 对于目前执政县市的县市首长 我们都提供我们所有能够协助的 来协助他们 是其实各位朋友可以看到啊 因为国民党这些执政县市 除了啊 蓝头的林明哲卸任啊 苗栗 喜耀昌卸任 其他都是要竞选连任的 嗯 那 当然哦 我们可以看到 你有没有办法造成一个士气如虹 哦 那如果有党内初选 包括主席党内初选 或者 县市首长党内初选 你就变得要很公平啊 嗯 那公平以后最难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厌赌服输 对 要厌赌服输 那我比较感动的是 哦 当然江启臣跟卢秀燕 哦 他们两个有党内初选 差一点点 江启臣马上 哦 全力协助卢秀燕 打赢这场险战 那 卢秀燕跟我讲好几次 他说 这种政治人物的风范哦 实在令人感动 因为过去有些人 不会这样啊 那 祝江启臣 哦 破浪启臣 谢谢收听